第231章 突破 再次突破 上 或许 这就是好心有好报吧 如果只是 去吸收天兽的天力 来提升他们的胜利 那么 想要吸收够3000滴胜利 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毕竟 哪怕是雪神山 天王级以上的天兽数量 也是有限制的 并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去吞噬转化 但眼前这毁灭能量所蕴含的能量 是那么的庞大 周围青和天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他们联手释放的大胜利漩涡增加的速度 正在不断加快 此消彼长这个词 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 伴随着胜利的提升 他们每一次吸收的毁灭能量 也开始随之增多 吞噬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周围青和天 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 浑然忘我的状态之中 他们体内的天力 正在被纯粹的胜利所替代 伴随着胜利的不断滋润 他们的身体 也在进一步地改变着 上官三姐妹 也是得到了不少好处 就在他们身后修炼 大有一日千里的感觉 在这光影空间内 时间已经不再是问题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间 周围青和天 同时身体一震 睁开了双眼 突然的惊醒令 两人吓了一跳 彼此对视一眼 他们惊喜地发现 他们体内 竟然都没有天力的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 是胜利充满在他们身体的 每一个角落之中 而且还在不断地涨满 巨龙辉耀体内的毁灭能量 在这个时候 已经被他们消化了一半左右 这让周围青 和天大为惊喜的同时 也不禁暗暗骇然 要知道 他们现在每个人 都拥有三千滴胜利之多啊 在这种情况下 那毁灭能量 依旧没有被完全地化解 可想而知 这股能量有多么恐怖了 但是 周围青和天 在这个时候 也出现了问题 他们几乎是同时发现 自己的身体 竟然装不下胜利了 没错 就是装不下了 在胜利超过三千滴之后 他们只觉得 自己的身体在开始膨胀 胜利虽然依旧在增加 可他们的身体 也在膨胀中 出现痛苦的感觉 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现象 而胜利也没有因为达到三千滴 而凝结胜单 一点那样的趋势都没有 怎么回事 周围青和天对视一眼 两人 此时心中都是迷惘的 可邪魔吞噬依旧在继续 胜利依旧在增加 但这样下去 恐怕他们的身体 就要被胜利称爆了 不论他们的身体有多么坚韧 在胜利面前 也是不可能抗拒的 宾儿 快来 在这个时候 周围青的聪明才智 就显现了出来 直接发出了一声呼唤 在两人背后 正处于修炼中的上官三姐妹 被吓了一跳 先后睁开了双眼 上官宾儿对周围青的信任 是无与伦比的 在第一时间 就来到了周围青面前 翘脸上充满了惊讶和担忧 小胖 怎么了 吻我 周围青毫不犹豫地说道 看着他脸上的焦急之色 上官宾儿也顾不得羞涩了 他知道 在这个时候 周围青不可能是为了占便宜 才这样做的 红唇送上 四唇相接 顿时上官宾儿的胶躯 剧烈颤抖了一下 刹那间 他的身体也被渲染成了银白色 浓郁的胜利 宛如溪流一般 涌入上官宾儿体内 缓慢地向他体内蔓延开来 正所谓今晚自义 既然自己的身体装不下了 这胜利总不能浪费吧 周围青就想到了这种宣泄的方法 胜利传给上官三姐妹 绝对是好事 有了上官宾儿的加入 伴随着胜利的流出 周围青和天儿身体所承受的压力 顿时化解了 由于有着充足的胜利保证 转化那些毁灭能量的速度 进一步增加 为了怕上官宾儿的身体 一下注入太多胜利会 对他有所影响 当注入到500滴左右的时候 周围青停了下来 又叫来了上官菲儿 上官宾儿娇羞地推到一旁 上官菲儿相比之下 就要大方多了 还主动搂住周围青的脖子 换了他来接受胜利 当周围青也为他注入了500滴胜利 在叫出上官雪儿的名字时 连巨龙朵斯 都不禁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心中暗想 这个人类虽然很好 可他怎么这么多女人啊 上官雪儿相比两个妹妹 都要羞涩得多 但在周围青急切地呼唤 和上官菲儿 上官宾儿的拉扯下 终于还是来到了周围青面前 四目相对 上官雪儿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他看到了周围青眼中的温柔 猛地深吸口气 闭上双眼 有些声色地 学着上官菲儿之前的样子 搂住了他的脖子 将自己那有些轻微颤抖的红唇 送到了他的唇上 浓郁的胜利再次流淌 在这一刻 上官雪儿看上去是那么美 他的娇颜已经完全变成了红色 虽然他以前也和周围青接吻过 可那时候 只是他和周围青两个人而已 此时此刻 却是当着天和两个妹妹的面 他是鼓起了多大勇气 才接受了周围青这一吻了 冰凉的唇瓣 转瞬间就被胜利渲染地温热起来 上官雪儿突然睁大了双眸 因为某个不要脸的家伙 竟然趁着注入胜利的过程中 将舌头也伸了过来 还找到了他香滑稀嫩的小舌 毫不客气地瞬息起来 这个坏蛋 这个坏蛋 菲儿 冰儿他们还看着呢 上官雪儿想要挣扎 可又怕影响到周围青吸收转化那毁灭能量 在这个时候 他的大脑已经陷入了一片空白之中 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但是 一抹幸福也在这个时候 悄悄地流淌进了他的心中 和周围青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此时此刻 上官雪儿第一次有了自己成为 他的女人的觉悟 既然无法避免 那么 就去享受这种感觉吧 嘴对嘴地传递胜利 对于周围青来说 绝对是乐此不疲的好事 一人五百滴输送完毕 那就从头再来 上官三姐妹 在得到了如此大量的胜利注入之后 他们也都有着全新的感觉 那些温暖的胜利 与他们自身的天力 一点也不冲突 但拥有了这些胜利之后 他们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正在潜移默化地出现着一些 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的变化 终于 在周围青第四轮的灌注即将结束时 巨龙灰药体内的毁灭能量 终于被完全化解了 当最后一丝毁灭能量 被周围青和天 转化为胜利之后 灰药那巨大的身体 竟然轻微地颤动了一下 这当然不是 他要复活的迹象 但他体内却重新有了 生命力波动的迹象 那是龙族强大生命力 自行变换的结果 天儿之所以有一定的信心 来复活巨龙灰药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龙族的身体 乃是天兽中最强大的存在 哪怕是已经死去 他们的龙魂也不会消散 只是会凝聚在天河之中 而他们肉体所拥有的生命力 和血脉能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减弱 银白色的光芒 同时出现在周围青五人身上 结束了这场吞噬 周围青五人可以说 都是得到了一份大礼 周围青和天儿体内 完全被胜利所充满 而上官三姐妹 也是各自得到了 两千滴胜利之多 除了惊喜与兴奋之外 周围青也在暗暗骇然 那是何等恐怖的毁灭能量啊 竟然转化成为了 一万两千滴胜利总量 难怪巨龙朵斯说 那股毁灭性能量 有着凌驾于他们 天神级层次之上的气息 要不是这么恐怖的能量存在 以朵斯夫妻二人 两大天神级强者的层次 又怎么会被那些 偷袭的人所伤害呢 总算是成了 周围青长出口气 朵斯那边 也缓缓张开了他的双翼 和周围青五人的 精神意义不同 此时的朵斯 显得极为疲倦 巨大的龙眸中 神采明显黯淡了许多 周围青他们这边 在吸收胜利 而朵斯那边 却一直在用尽全力 控制着那毁灭能量 如果不是到了后期 周围青的吞噬速度加快 他都不知道 自己能否坚持下来 可为了让丈夫早点活过来 他宁可自己的消耗巨大 也一直咬牙坚持着 看着朵斯的疲惫 周围青道 我们都先休息一下吧 至少目前来看 我们的机会 似乎已经增加了许多 朵斯点了点头 龙眸中原本的悲伤 也淡化了几分 他的目光一直落在丈夫身上 缓缓扑扶在 巨龙灰药身边 默默地注视着 他身上的伤口逐渐愈合 没错 哪怕是已经失去了生命 当巨龙灰药体内的毁灭能量 被周围青他们吞噬之后 他身上的伤口 竟然开始愈合了 而且 愈合的速度 还相当惊人 这就是龙族恐怖的恢复能力 如果不是大帝 依旧被龙血所染红 周围青甚至怀疑 这巨龙灰药 会不会自己活过来 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始复活的 朵斯向周围青和天问道 周围青道 你太疲惫了 之后的复活 同样需要你的帮助 复活一头巨龙 所需要的天力 必定是天文数字 当我和天的天力 不足以支持的时候 就需要通过邪魔吞噬 吸收你的天力 来增强它的复活数 所以 你必须要尽快 恢复到巅峰状态才行 什么时候你恢复了 我们就什么时候开始 第231章 突破 再次突破 下 好 朵斯向周围青点了点头 带着浓浓的感激 缓缓闭上了龙眸 上官三姐妹的俏脸 都是红红地站在一旁 天在另一边 则是一脸的巧笑嫣然 周围青看看四女 有些尴尬的道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还不赶快修炼 刚刚得到了这么多胜利 总要先将其彻底 融入自己身体才好 上官菲尔扑斥一笑 道 你这厚脸皮的家伙 也知道不好意思吗 哼 刚才你亲我们的时候 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哦 周围青一正言辞的道 那是为了 吞噬吸收毁灭能量 我先修炼了 他也知道一对四 他是讨不了好的 索性直接坐下 开始修炼起来 体内胜利已经充满 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圣丹出现 对于周围青来说 这也是个大问题 现在他体内的死穴器旋运转 也都是由胜利带动的 可是 他却根本不敢再吸收 外界的天地原力 否则就会再次出现 之前胀满的感觉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不解决眼前的问题 甚至无法再继续修炼了 天和周围青面临的问题一样 所以他也盘膝坐下 开始修炼起来 周围青并没有因为身体的情况而急躁 大不了就是将胜利用掉 体内就能重新有空余的地方了 当然 这是最后时刻才能去使用的办法 好不容易吸收够了3000滴胜利了 他不舍得呀 死穴器旋运转 周围青虽然不敢吸收外界的天地原力 但让不死神功行动起来 却还是能够做到的 在他丹田之中 原本的小胜利漩涡 已经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甚至已经可以和他 跟天组成的大胜利漩涡相比了 但是 这个胜利漩涡 却就是不能自行产生出胜利来 凝结圣丹 就更不可能了 周围青尝试着调动这些胜利 却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 胜利充满体内无法再修炼 却依旧不能解决 各种尝试他都进行了一遍 却依旧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缓缓睁开双眼 向天看去 当周围青看到天的时候 不禁愣住了 此时此刻 在天身体周围 散发着一层浓浓的神圣之光 浓郁的神圣气息 将他的胶躯轰托得宛如圣女一般 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息 甚至令周围青感受到了一丝威压 周围青发现 天竟然是在修炼的 而且 吸收空气中天地原力的速度 绝对能够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他竟然找到了修炼的方法吗 他是怎么做到的 周围青顿时大为惊奇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 周围青看到 在天双手手腕上的本命珠旋转速度 突然减慢了下来 一抹淡淡的光影 分别出现在他左右手之上 逐渐凝结成形 刹那间 周围青只觉得自己 仿佛是被一道闪电劈中了一般 猛地拍了自己大腿一下 对啊 我怎么这么笨 这种最简单的方法 我怎么会没想到呢 周围青真想抽自己一顿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竟然漏过了 原来竟是自己 将问题给复杂化了 实际上 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 再简单不过 没错 他和天体内的胜利 是已经充满了 可这份充满 只是在经脉内部的 并不是他们整个身体 而且 就算是胜利足够 他们自身的修为 和境界距离宁洁圣丹 也还有着相当巨大的差距 所以 他们现在要做的 不是继续调动胜利 修炼胜利 而是借助胜利之力 进行修为上的突破 只有达到上位天宗的境界之后 才有宁洁圣丹的机会 一想到这些 周围青顿时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赶忙再次进入了修炼状态 默默地将自己不死神功 背诵一遍后 催动着体内胜利 朝着自己第二十九处死穴 发出了冲击 不同的功法在修炼天力时 都有不同的突破方式 要说简单 那就没有比周围青修炼更简单的了 他的不死神功 需要的就是冲破死穴而已 之前在他突破的时候 哪怕是在突破第二十八个 死穴的时候 用的都是天力 从未尝试过 直接使用胜利进行突破 毕竟之前他的胜利 一直都不是太多 不舍得呀 而现在他体内就只有胜利 自然也只能用胜利进行突破了 银白色的胜利 在周围青的催动下 按照不死神功修炼的路线 直奔第二十九处死穴冲击而去 不死神功第四阶段 头颈部死穴 第一处穴位是人银穴 位置在猴杰旁开一寸半 之前已经被他冲开了 而现在 他要进行冲击的 就是头颈部的第二处死穴 风驰穴 位置 在整股粗笼直下凹陷处 与乳突之间 在当斜方鸡和凶锁乳突之间取穴 金属 足少阳胆精细手足少阳英维之会 被击中后 冲击眼水中枢晕迷不醒 胜利运转在经脉中游走 闭合的经脉在胜利的冲击下 根本毫无制色地被一一冲开 而且还在那胜利的创造性作用下 不断地加固 拓宽 令周围青冲击死穴 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顾忌 而且周围青也发现 当他开始运转 胜利冲击死穴的时候 他体内胀满的胜利 就开始有所消耗了 虽然消耗得很少 但至少是在修炼中进行消耗的 扑 没有任何悬念 风驰穴突破 更令周围青感到震惊的是 当胜利冲破风驰穴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 反而是觉得全身一清 刹那间 体内胜利奔涌而出 直接由胜利在风驰穴处 建立起了死穴气旋 根本没有出现以前冲穴时天力泄露 导致体内精华外泄的情况 更不用说是任何危险了 这 这就成了 周围青目瞪口呆地 看着自己第29处死穴冲破成功 看着大量的胜利注入死穴内部 同时进一步改善着自己的身体 足足300地胜利 就这么消失了 令周围青身体账满的感觉 也随之消散 原来用胜利进行突破 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 难道说 自己那不死神功 就是为了胜利度申定做的不成 第232章 大成 不死神功 上 难道说 自己那不死神功 就是为了胜利度申定做的不成 如此简单 顺利地突破了第29处死穴 周围青整个人都有些懵懂了 要知道 他突破第28处死穴 将修为提升到七珠境界 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了 这就已经突破第29处死穴了 除了不可思议以外 周围青此事心中 已经没有其他的情绪存在了 用胜利修炼不死神功 似乎根本不需要积蓄的过程 只要他有足够的胜利 那么 突破死穴时 所要面临的一切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当然 这对胜利的消耗 也是相当庞大的 周围青不用事就知道 再突破下一个死穴 需要的胜利肯定会更多 强忍着再尝试一次突破的快感 他缓缓结束了自己的修炼 在这个时候 他显然不能肆无忌惮地去突破 体内胜利虽然充足 但接下来 他和天要复活巨龙辉耀 天知道 这需要多么庞大的能量 来支持 哪怕是胜利 恐怕也会有着极其恐怖的消耗 为了不让复活功亏一篑 他自然要尽可能地 多保留一些胜利 在复活巨龙的时候 全力支持天 至于自身突破的问题 有了今天这个发现 还会远吗 在他的计划中 还是要去雪神山一趟的 还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 此时 周围青也发现一个奇妙的地方 他体内的胜利 消耗了300滴之后 几乎是瞬间就补足了天力 而他现在的天力 虽然不是真正的胜利 但其中胜利的气息也极为浓郁 显然不是以前天力所能相比 而凭借着胜利的存在 他隐约感觉到 如果自己在处于战斗之中 只要不是直接消耗胜利的发动技能 那么 他的天力 几乎是用之不竭的 修为只有七珠 但拥有如此庞大胜利的他 又岂是能用七珠修为来衡量的 至于实际战斗力如何 连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了 巨龙还在休息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周围青睁开双眼 琴声呼唤了一声 天 天睁开双眸 看到周围青伸过来的手 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两人四手向握 大胜利漩涡再次运转起来 顿时 浓烈的胜利波动 瞬间从两人身上扩散开来 无论是巨龙还是上官三姐妹 身体都是轻微地震战了一下 沐浴在胜利的光芒之中 对他们显然都是相当不错的增幅 在不吞噬外力的情况下 周围青和天 自行凭借四大圣鼠性修炼胜利 以前修炼一天 也就是能凝聚十滴左右而已 还要看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是否充沛 但是 这次当他们再次凝聚大胜利漩涡之后 两人心中都产生出强烈的惊喜 因为他们发现 大胜利漩涡的整体体积 虽然没变 但却比以前不知道凝食了多少倍 光影空间内的天地原力 以一种极为夸张的速度 向他们的大胜利漩涡疯狂涌入 尽管涌入的能量极为庞大 可这份压力全部被大胜利漩涡所承受了 从漩涡中心的位置 一滴滴胜利缓缓流淌 虽然速度依旧说不上快 但比之以前 却要强得太多了 至少在上一滴滴落之后 大约五次呼吸之后 第二滴就已经重新产生 这样的修炼速度 岂不是一天就能凝聚上百滴胜利 甚至更多了吗 要是一直都能以这样的速度修炼 就算不去吞噬天寿 对他们来说也足够了 为了不影响其他人的修炼 周围青向天传音 将自己之前修炼不死神功的过程 说了一遍 听了他的话 天不禁大为惊讶 看着周围青思考片刻后 传音道 围青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尝试下去 朵思之前消耗不小 想要恢复过来 至少也要十天的时间 而我们现在凝聚胜利这么快 十天里 应该能够支持你的消耗了 这么好的机会 可不能放弃啊 等我们复活巨龙之后 天知道 胜利还能剩下几分 不如趁此机会 将你的修为推上去 周围青道 你难道没有什么感觉吗 譬如修炼速度提升 天儿摇了摇头 道 修炼速度是明显提升了 我也能觉得 不久之后 就能突破下一道关口 可是跟你的不死神功 却没法比 你的不死神功 要是能将最后几处 死穴全都突破 那么 你的修为就能够提升到 九珠境界了 到了那时候 也能率先体验胜利 向圣丹明洁的感受 我们现在加起来 胜利有接近六千滴之多 就算不够 也不会差太多 我们可以每凝聚一部分胜利 就帮你冲冠一次 以后 我们要面临的危险还很多 而且从九珠的上位天宗 到天王级 需要经历天力 从三十六中到四十中的过程 你的不死神功 却在九珠时候 已经练到了尽头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摸索 在天儿的鼓励下 周围青思考片刻后 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 不过 他也不会一次 将胜利都消耗掉 和天儿商量之后 一边恢复胜利 一边进行突破 要保证 两人各自的胜利 都不低于两千滴 第二次冲击很快开始 和前一次没有任何区别 当周围青调动胜利 按照不死神功的修炼路线 进行运转时 哪怕是在头部 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顺利地冲破了第三十处死穴 而这一次 他的胜利消耗达到了350滴 要不是知道这些胜利 是在冲破死穴后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而不是真的消耗了 恐怕周围青要心疼死了 一鼓作气 第三十一处死穴 也紧接着被他冲开 原本周围青想要停下来 先恢复一段时间胜利 再继续冲刺 却被天阻止了 从天那边 传过来一千滴胜利 支持着他 直接冲破第三十二处死穴 将修为直接提升到了八柱 当第三十二处死穴 冲破的一瞬间 周围青只觉得自己 全身上下毛孔全部张开 所有三十二大死穴 气旋的运转速度 骤然暴增 带动着他和天组成的 大胜利漩涡运转速度 也随之增加起来 对外界胜利的吸收 速度明显有了低声 几乎是每三到四次呼吸的时间 就能凝聚一滴胜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一个时辰 至少就能够凝聚一百滴胜利了 天珠式的呼吸和普通人不一样 他们气埋悠长 呼吸一次的时间 也要比普通人长一些 冲破八柱之后 周围青一共已经消耗了 一千五百滴胜利之多 令他心疼不已 幸好是两人分摊的 所以还算勉强能够接受 没有再继续突破 而是停下来 和天共同催动大胜利漩涡 努力恢复着消耗的胜利 其实 他们都不知道 在这个时候 他们进入光影空间 已经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了 之前 周围青和天联手吞噬 那毁灭能量 用了就有近两个月 只是出于哪种玄妙状态中 周围青和天 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转瞬间 又是十天 一声低沉的龙音声缓缓响起 将修炼中的上官三姐妹惊醒 睁开眼眸的他们 看到巨龙朵斯 缓缓从地面上站起身 此时的他 龙眸中已经重新恢复了光彩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轻笑从周围青口中发出 他和天身上 散发出的银白色光芒 瞬间增强 宛如一道银白色光柱般 冲天而起 松开握住天的手 在众人吃惊的注视下 周围青的身体 竟然就那么凭空漂浮了起来 而他身上 原本银白色的光芒 竟是渐渐变成了灿烂的金色 与天而神圣属性的金色不同 周围青身上散发出的金色 充满了一种强横无匹的霸气 那并不只是存在于气势 甚至像是一种特殊的属性一般 强烈的金光 没有半分能量的感觉 反而更像是实体一般 就在这个时候 周围青身上金光猛然收敛了一下 紧接着 三十六大死穴 就像是点点星光一般 在他身上亮起 而刚刚收敛的金光 则再次喷吐而出 紧接着 周围青的身体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般 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宛如海纳百川一般 被他风卷残云般地吞噬着 这是 怎么回事啊 上官冰儿有些焦急地 向天儿问道 天儿俏脸上流露着几分微笑 他的不死神功要大成了 是的 十天努力 十天的冲击和胜利凝聚 在冲击最后一处百会穴的时候 更是消耗了周围青 高达一千滴胜利之多 之后 他和天儿又努力地 将胜利恢复到巅峰状态 一直隐忍着最后冲刺时 所有死穴关联的感觉 直到巨龙苏醒 周围青才放开身心 此时此刻 他那全部开通的三十六大死穴 在他身上 宛如汇聚成了一片星图 所有的一切都关联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 那强烈而充满霸道气息的精光 其实就是周围青的不死神刚 提升到极致的表现 而此时的不死神刚 也再不是以前那样 只能纯粹防御 分担承受攻击力 那么积累了 第二百三十二章 大成 不死神功 中 上官菲尔突然惊呼一声 你们看他的手腕 上官三姐妹的目光转移中 顿时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眸 九颗夺目的本命珠 分别出现在周围青双手手腕之上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 他们所能理解的范畴 短短十天的时间啊 他竟然从七珠 悍然提升到了九珠层次 要知道 今年的周围青 还不到二十二岁 而在大陆的历史上 三十岁以前的上尉天宗 不是没有出现过 但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可从周围青现在的情况来看 恐怕三十岁之前 他连天王级都能够突破吧 金属光泽轰然吸入 令周围青整个人的身体 在瞬间 似乎都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就像是一座金色雕像一般 从天而降 飘然落地 先前所有的狂霸之气 全部收入体内消失不见 一切似乎都变得正常了 可是 熟悉他的四女 却都感觉到 现在的周围青 和以前相比 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原来的周围青 最多也就说得上身耐看 但绝对算不上英俊 可此时的他 却多了一抹 充满狂野气息的魅力 双眸之中金光四射 那金光如同宝剑一般 充满了锋锐气息 给人的感觉 它就像是一件 充满破坏力的神器 随时有可能将 一切敌人毁灭似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 就是刚才那么一会儿功夫 至少数百平方米范围内的 天地原力 竟然被他一扫而空 此时 外界的天地原力 朝这片空洞区域流淌过来 产生大量的原力波动 才令众人 有着一些深刻的感觉 九珠 尚未天宗 对于绝大部分天珠师来说 这已经是他们一生之中 所能达到的巅峰 周围青做到了 现在的他 终于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天力 等他配上相应的 恨帝无环套装 那么 他的实力 必定能够几何倍数提升 哪怕是在面对天王级强者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也未必没有抗衡的机会了 这怎么可能 上官雪儿 难难地自言自语道 看着周围青 他的目光已经充满了怪异 身为浩渺宫的继承人 他一向都知道 自己在同年龄的天珠师中 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可此时此刻 眼看着已经成就了 九珠的周围青 他知道 自己已经在无法 和他是同一层次了 因为上官雪儿 在短暂地吃惊之后 已经猜到了 周围青之所以如此 迅计提升修为的原因 除了胜利 还有什么能产生 如此神奇的效果呢 而胜利 却是他们三姐妹 所无法修炼的能力 只是连上官雪儿 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 眼看着周围青 变得如此强大了 他竟然没有半点嫉妒 或者是争胜之心 只有深深的喜悦 心中微微一惊 难道 我真的 已经将自己当成他的女人 当成他的附庸了吗 看看自己的两个妹妹 再看看天 上官雪儿 有些无奈地想到 这个花心的家伙 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 周围青只觉得 自己全身上下 都充斥着一种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 爆炸出来的力量 更为奇异的是 他发现 自己体内的胜利 在颜色上 居然出现了一些变化 原本是银白色 但现在却多了一层 淡淡的金光 就像是给胜利 多了一层模式的 要知道 胜利可是最高层次的 能量存在 这层金光 竟然能够不被胜利融合掉 可想而知 他所蕴含的能量层次 也已经达到了 一个极高的程度 而这就是不死神功 大成后所带来的 连周围青也不太清楚 他究竟是什么 但却能深刻地感受到 他所拥有的强横气息 周围青不是第一个 修炼不死神功的人 但他却绝对是第一个 将不死神功修炼完成 打通全部36大死穴的 体内胜利 在运转的过程中 竟是已经能够自我协调 而且在刚才那一阵 风卷残云的吞噬过后 周围青赫然发现 自己体内原本的 小胜利漩涡 已经消失了 只有36大死穴 完全是最为纯粹的胜利 在漩涡运转中 胜利竟是已经能够 开始进行循环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 再不需要担心 胜利在消耗后 不会回复这个问题了 他已经彻底将自己的天力 通过不死神功地 完成全部转化 为了胜利 今后他所有的 就只是胜利 而没有天力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转变 周围青双手手腕上的 本命珠 也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右手上的冰种翡翠体珠 完全变成了 胜利所拥有的银白色 而左手的变识猫眼一珠 则是在原本的基础上 多了一层金萌萌的光滑 虽然周围青也不知道 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了什么程度 但有一点是最为直观的 那就是 他在看巨龙朵斯的时候 已经不会再感受到 原本那么强烈的压迫感了 为了不死神功 周围青可以说是吃了不少苦 此时此刻 终于将这门功法 修炼到了极致 尽管周围青也不知道 未来自己的修炼道路 应该如何继续下去 但是 至少不死神功已经完成了 曾经因为修炼 他所需要承受的痛苦和担心 也是从此一去不复返 心中那种畅快淋漓的快感 令他忍不住再次仰天长笑 情绪变得无比舒畅 恭喜你了 年轻人 连我也已经无法 看清楚你的能力了 朵斯的龙眸中 也是充满了惊讶之色 甚至还带着几分欣喜 周围青的实力增强 对他来说是好事 因为这样一来 复活他丈夫的几率 必然会更高了 我们这就开始吧 看着朵斯渴望的目光 周围青向他点了点头 来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万事俱备 也该是复活巨龙辉耀的时刻了 天儿看着周围青 心中充满了骄傲 虽然他自己还是 期初后期的修为 但他的男人变得如此强大 却比他自己修为提升还要高兴 更何况他知道 就算是自己的父亲 在周围青这个年纪的时候 也绝对没有周围青这样的修为 周围青拉着天儿的手 来到巨龙辉耀的尸体面前 向巨龙朵斯道 朵斯 还有麻烦你在我身边 如果我们的天力 不足以支持复活辉耀的话 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朵斯只是一步跨出 他那巨大的不服 就将他那庞大的身体 带到了周围青和天儿身边 再次拜佛而下 谢谢你们 只要我的丈夫能复活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愿意 你可以任意抽取我的力量 一边说着 他将自己的一只龙爪 抬到周围青面前 此时此刻 他心中充满了紧张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他也不知道 如果这次复活无法成功的话 他会不会因此而崩溃 周围青恳切地道 朵斯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竭尽全力 帮你复活辉耀的 或许 甚至不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我们也能做到 我现在有着充足的信心 能够让辉耀重新在你面前站起 他这绝不是大化 体内胜利终于能够自我循环恢复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能够极大幅度地将胜利传递给天儿 有了充足胜利支持的复活术 成功几率自然会大增 周围青向天儿点了点头 开始吧 几乎只是意念一动 以周围青主导的大胜利漩涡 就已经在两人之间建立起来 此时的周围青 给天儿的感觉 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他就像是深邃的大海一般 以他为主导的大胜利漩涡 似乎再也没有了尽头 一连串的暗金色光芒闪耀 神将天灵套装 接连出现在天儿身上 在胜利的映照下 他那充满神圣的气息 顿时令周围蒙上了一层 金蒙蒙的神圣光泽 神灵权杖高举 一连串声色的咒语 缓慢地从天儿口中吐出 这是周围青他们 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周围青他们不知道 但巨龙朵斯却听得出 这是一种上古的咒语 现在需要咒语来推动的天际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感受着天儿身上 越来越强大的神圣气息 朵斯心中的期望 顿时变得更大了 天儿背后 神圣天灵虎的虚幻光影 缓缓浮现 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 巨大的神圣天灵虎在空中顾盼生姿 仰天咆哮一声 他那庞大的身体骤然下冲 就那么从天儿背后 冲入到他体内 顿时 天儿全身爆发出 无比夺目的璀璨金光 那浓烈的神圣光彩 连周围青的身体 也笼罩在内 浓郁的天力波动在这一刻 攀升到了极致 能够看到 天儿那娇嫩的皮肤上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虎皮魔纹 只是和周围青 以前邪魔变时的虎皮魔纹不同 他身上出现的魔纹 更像是装饰 令他那原本绝色的胶岩 多了几分浓浓的野性 与全身爆发的神圣金光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天儿的双眸 此时却变成了深邃的紫色 紫光喷涂 爆发着强大的精神波动 第232章 大成 不死神功 下 对于神圣天灵虎一脉来说 施展复活术 绝对是巨大的复合 没有精神圣属性配合 也是无法完成的 哪怕是雪神山主亲自使用 也必定要极为谨慎 而且 这个技能在使用时 调动能量的多少 也会根据复活对象 不同而有所区别 毕竟 复活一只老鼠 和复活一头巨龙 所需要的能量 绝对是不对等的 天儿握住神灵权杖的右手 缓缓动了起来 神灵权杖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悬崖的轨迹 用那凝视的金光 勾勒出一个又一个 复杂的金色符号 这些符号出现之后 直接飘向空中 在巨龙灰药的尸体上方悬浮 每多一个符号出现 就会多一道金光 从符号上投入到灰药体内 此时 和天儿建立起 大胜利漩涡的周围青 还没有什么感觉 目前天儿所使用的 只是他的天力而已 并没有用到胜利 毕竟 天儿还没有像他这样 完成胜利自我循环 所以 他在使用技能的时候 还是要先使用天力 复活术使用的时间 比想象中还要漫长得多 足足一个时辰的功夫 当第108个金色符号出现后 这些金色符号在空中 组成一个巨大的金色光圈 到了这个时候 天儿略微停顿了一下 看了一眼周围青 周围青也顿时紧张起来 他知道 真正的复活即将开始 所有的准备工作天儿 都已经做完了 神灵权杖高举 天儿口中的咒语 瞬间变得激昂起来 他整个身体从外界 已经无法看清 只有那纯粹神圣 所带来的金色 轰 那悬浮在巨龙灰药上空的 108个金色符号 似乎同时被引动了似的 全部注入到灰药体内 在这时候 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剧烈波动起来 而天儿手中的神灵权杖上 也爆发出一道 夺目金光冲天气 刹那间 连整个光影空间 都因为这道金光的升起 而剧烈颤抖了一下 紧接着 拿到金色光柱 已经注入到了 108个金色符号的中心点 就是这一瞬间 周围青立刻感觉到 天儿体内的天力 完全是以倾泻状态奔涌而出 疯狂地由神灵权杖释放出去 一层金萌萌的光滑 在那108个符号 所散发的金光组合下 渐渐形成 将巨龙辉耀的身体 笼罩在内 它那原本赤红色的身体 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 灿烂的金色 复活术乃是 夺天地造化的存在 每个人在看到 复活术出现的时候 心中都会产生出 不同的明目 周围青缓缓闭上双眼 不死神功完全开启 之前曾经出现过的 金色漩涡再次出现 并不是真的有 金色漩涡这种形态 而是当周围青的身体 完全变成金色时 天地原力 被它席卷的恐怖速度 就像是遇到了 那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似的 甚至连天儿的神灵权杖 在吸收天地原力的速度上 都远远比不上它 倒不是说 神灵权杖不够强大 而是周围青的 不死神功太强 而天儿的修为 又和它有着不小的差距 此时 神灵权杖上射出的光芒 已经开始 带了几分银白色 天儿的天力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 竟然已经被抽空了 现在所释放的 已经开始出现 胜利的存在 得到胜利的注入 天儿脸上 神色明显放松了几分 胜利注入复活术之后 消耗速度骤然大减 比之先前消耗天力时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巨龙朵斯在一旁紧张地看着 他的一只龙爪 始终稳定地 抬起在周围青面前 已被不时之虚 而另一只龙爪 却早已抠入了 坚硬的岩石之中 可见 他现在有多么紧张了 上官三姐妹 站在后面看着 也是大气都不敢出 最为紧张的 就是上官雪儿了 能否复活巨龙灰药 关系到光影空间的安危 也就是关系到 整个中天城 数以百万计的 平民们的安危 他又怎能不紧张呢 落在巨龙灰药 身上的金光 不断向他的体内渗入着 他的身体 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 吸收着庞大的神圣能量 相比于天 其实现在周围青 才是最辛苦的一个 在不死神功的作用下 天地元力 不断被他转化为胜利 再持续注入到天体内 天更像是一个转换器 将周围青 注入到来的胜利 转化为神圣能量 注入禁复活术之中 此时 在天脸上 已经多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因为他也没想到 在使用胜利施展复活术的时候 消耗竟然比他想象中小得多 复活术是必然能够完成的 但能否将巨龙灰药复活 就要看上天的安排了 一天的时间 就在这样的过程过去了 周围青的脸色 已经有些苍白 虽然他现在已经能够 自行恢复胜利 可毕竟也经不住 复活术的持续消耗 能够坚持一整天的时间 他已经竭尽全力 也足以证明 现在的他 有多么强悍了 这种恢复速度 哪怕是天王级强者 都未必具备 猛然睁开双眼 周围青向朵斯看去 朵斯的目光 却一直落在灰药身上 作为夫妻 他对灰药的感知 是最为深刻的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丈夫体内的生命力 在复活术的作用下 不断地恢复着 甚至已经能够听到 有些微弱的心跳声了 而且 这心跳声 正在逐渐变强 正在这时 朵斯身体突然一震 扭头向周围青看去 正好看到 他那带着邪魔吞噬的手 掌落在自己的笼爪之上 朵斯向周围青点了点头 毫无保留地开放自己那 恐怖的天神及天力 让周围青任意抽取 周围青能够坚持一整天的时间 已经令朵斯深深佩服 他当然能够感觉到 这个复活术消耗的天力 是多么恐怖的 这个年轻的人类 竟然能够坚持这么久 哪怕是身为天神级的存在 他都觉得有些恐惧了 邪魔吞噬展开 周围青的脸色 顿时变得好转起来 不死神功大成 他体内的三十六大死穴 以及所有经脉 离常人不知道坚持多少倍 此时吞噬起来 自然是毫无顾忌 转化为胜利的速度 也无比迅及 周围青也曾经吞噬过 天王级天兽的天力 可是 那些天兽和眼前的朵斯比起来 简直就像是蚂蚁和大象之间的差距一般 朵斯体内精纯的活属性天力 简直就如同汪洋大海一般 在属性上 虽然不能和胜利相比 但其总量之庞大 竟是一眼望不到边际 周围青的吞噬 已经是相当迅及了 可感觉上 对朵斯本身 却没有半分影响似的 有了这样的保证 周围青立刻加大了 对天儿的胜利输出 天儿曾经对他说过 复活术在使用之后 完成的时间越短 复活几率就越大 此时不需要担心胜利补充 他自然是要加快速度了 渐渐地 巨龙灰药身上 开始出现一些奇异的变化 他那被神圣光运 渲染成了金色的庞大身躯上 点点金色星光 缓缓升堂而起 而他那巨大的身体 也开始有明显的生命力波动散发出来 复活术进行到了这一步 身体的活力恢复 已经基本完成 接下来就是要唤醒他的灵魂了 只有灵魂与肉体完全结合 才算是真的复活成功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般来说 复活术要在被施术者 死去一个时辰内进行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 灵魂还没有消散 当然 巨龙有着的天河 能够收敛他的灵魂 不怕灵魂消散 但复活一头巨龙 在神圣天灵虎的历史上 都是绝无仅有的 能否成功 谁也不清楚 天儿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手中神灵权杖 在空中画出一个 比之前所有符号 都要复杂的金色纹路 只听他嘀喝一声 那金色纹路带起一道流光 直接烙印在了 巨龙灰耀的额头上 刹那间 周围青只觉得自己的胜利 被瞬间抽走了一半之多 也就在那金色纹路 烙印在巨龙灰耀额头上的一瞬间 灰耀庞大的头颅 竟是猛然扬起 在他那双巨大龙眸中央颅骨的位置 一团夺目金光瞬间爆发 顿时 恐怖的能量波动 剧烈地震战了一下 强横无比的威压 令周围青和天身后的上官三姐妹 慌不迭地后退 朵斯赶忙释放出一道红色光照 将几人的身体笼罩在其中 此时此刻 他的双眼已经无比闪亮 正正地凝视着丈夫扬起的头颅 周围青所按住的龙爪 都在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复活术进行到了最后时刻 他的心也紧张到了极致 神灵权杖前指 天的身体也有了轻微的颤抖 显然 他所承受的神圣之力 也已经达到了极限 又是一个灿金色的符号画出 在天全力以赴的推动下 那金色符号 再次烙印在了巨龙灰耀的额头上 浓烈的金光闪耀的令众人 都睁不开眼睛 下一刻 金光却骤然收敛 全都融入到巨龙灰耀的身体之中 他那巨大的头颅 也高高地抬起 可就在巨龙躲斯要大喜欢呼的时候 灰耀那巨大的头颅 却又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